003航母舰载机到底会花落谁家 歼15将是最佳选择对象 还是隐身舰载机更有可能 即使这样更能发挥航母最大威力 随着山东舰实现服役 人们开始转向讨论003航母的情况 003航母究竟会采用何种发射方式 舰载机又到底会花落谁家呢 对于003航母的发射方式的猜测倒是基本一致 89不离时就是电磁弹射系统了 然而对于舰载机却有多种看法 有分析认为歼15还将是最佳选择对象 我们都知道辽宁舰和山东舰的舰载机都是歼15 其作为舰载机来说性能良好有技术经验 分析认为若采用弹射发射 歼15的作战半径有效赫载及机动性能都将超越F35 更何况歼15还在不断改进当中 此前就出现了电子战版本的歼15D 未来必将拥有更加强大的作战力量 所以003航母上装载歼15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然而也有人给出了不一样的看法 认为隐身战机将是首选 舰载机的作用就是发挥出航母的攻击能力 然而面对隐身舰载机 普通舰载机一开始便暴露无遗 生存能力弱 即使有再强的攻击力也难以施展 更别说是夺取制空权了 巧合的是 有消息称 沈飞将有可能为003航母研发新一代的舰载机 也很有可能就是在隐身战机殲31的基础上改装而成的 当然也有不少人猜测 同样作为隐身战机的殲20 比起歼31来说 性能更加优良 因此003装载歼20改进型的可能性更大 然而不论是哪一种战机 拥有将歼11改装成歼15经验的中国 绝对有能力在短时间内完成对隐身战机的改装 因此003航母搭载新一代的隐身舰载机将更有可能 这样说来 难道真要跟歼15说再见了 其实大可没有必要 要知道歼15是一种十分年轻的舰载机型 具有很强的战斗力 即使放在美国发展了多年的舰载机当中 也一样十分出众 更何况 新型隐身战机 改装舰载机 即使很快研发出来 产量 意识也很难跟上 这时候歼15就再次显出其重要性 再说 我们其实也无需为两者争论 实际上 即使装备了新一代的舰载机 也不代表就要将歼15淘汰掉 就像美国航母将F35C与FA18结合使用一样 003航母同样可以 隐身舰载机 歼15两种机型并用 在战斗中 隐身舰载机负责踹门 之后再由歼15来进行轰炸 这样更能发挥出航母的最大威力 最后 到底哪种预测会实现 未来 敬请期待 请期待 请期待 请期待